基隆朝近工人北宁路口在昨天发生了山崩意外 而现在又有最新的画面曝光了 前来领车的车主秀出了当时大规模走山前的一几项 才刚喊掉下来了 结果没过几秒钟落实不断的崩落 众人急忙闪避 而这回总摊方量体大约是12000立方公尺 日记11号才能够抢通 中油也紧急的抽出了附近除油槽内20多顿的油 其实北宁路发生山崩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每个月也都有用仪器来观测 但是为什么在这一次 没有能够及时地达到监测日警的效果呢 公路局也做出了回应 掉下来了 大声呼喊赶紧后退 在路影像时眼前巨石已经挡住去路 刚到 然后后车箱打开要拿吊杆嘛 要下去吊椅 怎么听到后面怎么有冰冰冰冰的声音 回头看的时候 不对哦 我们越下越多赶快我们就赶快跑了嘛 余记有存的还包括这位女机车骑士 我停在现场我就看到不对 摩托车赶快牵着牌 因为我新车啊 说话于在战斗 他就是当时帮忙救出电车司机的女骑士 就是那个计程车司机就在喊救命啊 他本来要爬出来 结果头卡住了 然后就赶快冲过去 帮他往上拖然后拉他一把 车主们一一回到山崩现场 因为受困车辆已经全数移出 绷紧神经的还包括中油 锦衣墙之隔有座除油槽 中油一早抽走剩余的20多顿油 这位摊摊面积透过计算 总摊方量约1.2万立方公尺 预计到11号才能通车 周遭商家生意马上掉了3到5成 不过北宁路一带过去曾多次落实摊方 该路段每个月都有观测 为何这次无法发挥及时预警作用 其实目前的科技还是有困难 尤其是上面很多的直升茂密 所以你几乎看不到地表上面 它的裂缝的深层 公路局强调会再加强监测仪器 而车损交通部也省意是否能国赔 至于伤者尤其差点遭灭顶的王姓或车司机 松衣后还发现腹内出血 手术后还在加护病房观察 大规模走山后续该如何检讨成为社会焦点 记得蔡志恒庞文玉讲目与基隆采访报道